嘴巴就常常會破 封膠呢是要用塗的呢 還是用喝的比較好 訂閱按進來 再開啟我們的小鈴鐺 那我們有新的影片就會通知您 對抗口腔炎 要稀釋 所以你要把它稀釋到水裡面 要含 而且要含五分鐘 那你可以吞下去 吞下去之後 你嘴巴就不能再喝水 至少要半個鐘就不能再喝水 要讓藥留在水上面 那這樣子有效的可以抑制 這個口腔炎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 就是用蜂蜜也可以有幫助 蜂蜜你泡蜂蜜水要泡濃一點 那一樣 喝要含住 那含住一段時間 你可以吞掉 可是吞掉之後 你半個小時也不能喝水 所有人都擔心 可是這個事情是中國人體試驗驗證過的 因為蜂蜜有很廣泛的抗菌的效果 那它本身的糖分高 它也會對絮菌造成傷害 就是像在酸 糖漬一樣 就是說你如果要用它來做這個用途的話 你這個蜂蜜是不能過度稀釋的 你不如說 我水裡面給它放兩滴蜂蜜 我放在嘴巴裡面 我跟你講明天就住掉了 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太低濃度 沒辦法抑制細菌 蜂蜜抑制細菌就兩個基礎 它自己的抗菌能力 跟它的糖的濃度的問題 要用這個用途的話 不要稀釋蜂蜂蜜 這樣才會有效 坦白講它對於燒燙傷很好用 我家的廚房都放了一罐蜂蜜 不是吃的 是為了太太有時候刀傷 燙傷用的 對… 油噴到的 它效果會比用優點更好 為什麼 優點可以殺菌 可是優點殺菌五秒鐘之後就無效了 這第一個問題 它作用時間很短暫 第二個問題是優點它是個毒物 佛律秀點每個都是毒物 點用在傷口上 殺死細菌同時也殺死上皮 可是蜂蜜有殺菌的功能 可是會促進上皮增長 又可以抑制纖維母細胞 所以果給蜂蜜的傷口 比較不會長出瀉屬種出來 我們應該會給蜂蜜 酸… 酸… 薄… 酸… 酸… 酸…